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内容等着大家 首先让我们谈谈咖啡和外交的有趣结合 是的 你没听错 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最近就敦促星巴克的前夕 布华德 舒尔茨通过咖啡促进中美之间的交流 想象一下一杯拿铁可能就是改善两国关系的秘密武器 而在经济领域 全球各大银行的利率决策引起了广泛关注 从瑞士的意外降息到日本央行的政策转变 看来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大洗牌 同时中国房地产政策的最新动态 也让人们对这个陷入困境的行业寄予了一丝希望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科技和创新 中国科学家们又一次展示了他们的实力 这次是通过开发一种迷你相控制声纳系统 这条小道可以放进协和的装置 可能会大大改变未来水下探索的面貌 另一方面中国和韩国的技术巨头们正在讨论芯片合作 看来在全球技术竞赛中合作仍是关键词 而在另一条新闻中 苹果公司计划在中国增加研发投资 尽管面临一些挑战 但这显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最后我们来看看一些引起广泛关注的国际新闻 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的紧张局势再次升温 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出身了对菲律宾的坚定支持 与此同时 墨西哥农场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这可能会对美墨边境上的农业产生深远影响 而在体育领域 维斯塔潘在澳大利亚大奖赛 奪得干位展现了他对连胜记录的追求 这只是今天中国简报为您准备的一小部分内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精彩故事和深度分析 星巴克能改善中美关系吗 崔天凯敦促霍华德·舒尔茨尝试一下 南华走报 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观促星巴克促进中美交流 并为双边关系发展 做出贡献 崔天凯在上海与前星巴克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会面时提出了这一呼吁 崔天凯强调了人文交流的重要性 并表示星巴克可以在促进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是星巴克在美国以外最大的市场 计划到2025年将在中国的门店数量增加到请签加 全球经济观察 中国是美国 died 影响意外降西同博设 瑞市国家银行意外降西 而日本央行结束了激进的货币刺激政策 美联储维持了美国借贷成本的稳定 英国央行则接近降息 欧元区劳动力成本增长放缓 日本自2007年以来首次加息 香港加快了国内安全立法进程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将中国的半导体公司列入黑名单 最新的美联储利率周期导致家庭净利息收入下降 其他各国也做出了关于利率的决策 芬兰被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而加纳经济以一年来最快的速度扩张 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工人的禁令导致建筑工地停工 并影响了建筑行业 中国商务部长与SK海利市首席执行官 讨论芯片合作彭博社 韩国芯片制造商SK海利市已与中国商务部长会面 讨论合作事宜 中国正试图应对美国对其技术获取的限制 会议重点讨论了SK海利市在中国的持续投资 双方都表示致力于进一步发展 SK海利市是继三星之后 全球第二大存储芯片制造商 中美技术紧张局势 是意味着该公司需要平衡与两国的关系 以保持生产和销售 去年美国授与该公司无限期豁免 继续向中国引进高端设备 中国的先进声纳系统 现在已经小到足以安装在无人潜水器上了 南华早报中国科学家 已经开发出一种迷你相控制声纳系统 体积小到足以放进一个协和 是一项技术能够产生高达238分贝的声波 船图长只能安装在较大的潜艇或军舰上 因为体积较大 开发出更小的声纳系统 可以将这项技术安装到小型无人潜水器上 用于水架观测和测量 中国海警船在美国支持马尼拉在争议海域后的几天内 用水炮对准菲律宾船只 CNN中国海警在南海对菲律宾船只使用了水炮 这是两国之间一系列海上冲突的最新事件 这次冲突发生几天前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重申了华盛顿捍卫菲律宾进入这片广阔水域的承诺 他表示美国对捍卫菲律宾在南海的利益 有着坚不可摧的承诺 并补充说 1951年签署的相互防御条约是坚不可摧的 适用于对菲律宾武装部队 公共舰船飞机包括海警在南海任何地方的武装攻击 中国滴滴在第四季度实现盈利 收入增长55.4% 日经亚洲中国最大的打车公司滴滴出行报告称 第四季度盈利8.18.18亿元人民币1.1315亿美元 相比去年同期的亏损9 53亿元人民币有所增长了55.4% 达到494亿元人民币 带公司在2020监管审查导致被罚款12亿美元 并暂停新增用户并从主要应用商店下架 滴滴在获得重新上建应用程序的许可后 于2023年初开始从这些挑战中恢复 带公司在2023年第四季度的净利润 还受到一次性支出的影响 用于补偿其应用程序中的故障 给用户带来的损失 中国房地产政策会议 引发了对该行业获得援助的希望 腾博社中国总理李强 呼吁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策以刺激需求 这表明对于这个陷入困境的行业 可能会有更多的支持 由李主持的国务院会议 呼吁对支持性政策进行系统规划 以推动潜在的购房需求 并促房市场的健康发展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显示出了没有好转的迹象 房屋销售连续第三年下降 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出现了资金流动问题 中国政府一直在加大对住房市场的支持力度 敦促银行为开发商提供融资 并允许地方政府放欢购房者的规定 随着墨西哥工人涌降美国 墨西哥农场工人短缺 华盛顿油断墨西哥正面临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而美墨边境强项目可能会加剧这一问题 劳动力老龄化 超过45岁的墨西哥农业劳动者占75% 与此同时过去十年里赴美国从事 季节性农业工作的墨西哥人数量增加了四倍 达到每年30万人 短缺问题导致了墨西哥企业团体称 可能出现超过100万个职位空缺 墨西哥农民呼吁引入客工签证 墨西哥政府计划向非墨西哥人开访一个包含意 4万个农业工作岗位的数据库 农业劳动力短缺是由经济力量引起的 墨西哥的农业产出在过去十年里翻了一番 达到450亿美元 该国是美国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菲律宾指责中国用水炮损坏补给船 南华早报菲律宾指责中国还仅使用水炮 以后阻挡一艘菲律宾补给船并造成损坏 这次袭击发生在南中国海的一个偏远和有争议的地区 第二托马斯暗杀 两国最近几个月在这里发生了冲突 菲律宾军方发布了视频 显示一艘白色船只反复向另一艘船只喷水 另一段视频显示一艘标有中国海景的白色船只 恒川一艘被确认为菲律宾补给船 营量着昧色的灰色船只的船首 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会见中国商务部长揭示投资计划 彭博设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 库克已确认公司计划增加在中国的研发投资 库克没有透露具体的投资细节 但表示苹果将在上海进行应用研究投资 这一消息传出之际苹果在中国市场遭遇困境 2019年前六周iPhone销量下降了24% 中国政府还禁止国家机构和政府支持的企业 使用iPhone然而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表示 中国愿意与美国合作 为美国和中国企业创造稳定的商业环境 印度尼西亚的这里在中国市场首次实现盈利 尽管经历了物流价格战 南华早报印尼物流公司JellyGlobal Espress在中国市场上报告了首次年度盈利 尽管该行业正进行价格战 该公司去年在中国录得净利润 5880万美元 调整后的利息税收和摊销前利润为3070万美元 这是这里进入中国市场四年来的首个正面结果 在中国的快递市场上 国内主要物流巨头正在进行激烈的价格战 而这里归功于战略收购 服务多样化和精简运营的改善结果 维斯塔潘夺得澳大利亚大奖赛干位 车辆损坏使周在最后一名 南华早报马克思 维斯塔潘在澳大利亚大奖赛上获得了干位 他力争创造第十个连续胜利的记录 维斯塔潘正努力争取本赛季第三连赛 他将与法拉利的卡洛斯塞恩斯一起出发 维斯塔潘在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的开幕连战比赛中 都从干位起步并获胜 他希望能够追平去年创下的十年胜记录 红牛车队希望首次实现连续三次一二名的完美战绩 州政府至少有5.2万美元是他的钱 为什么他无法取回 纽约时报一个名叫康尼的女士 帮助人们和企业在各州的乌人认领财产数据库中 寻找和取回丢失的钱财 他会从帮助找回的钱财中抽取一部分作为报酬 当沙拉艾法克斯听说康尼在找他时 起初持怀疑态度 但后来发现他曾经忘记了一个 以他名字存有钱财的旧投资账户 这笔钱是来自一个家庭朋友 并在考克斯还是个少女时进行了投资 多年来他对这个账户没有太多关注 但多亏了康尼的帮助 他成功取回了这笔资金 万亿美元的反弹引发了争论 中国股市的最糟糕时期是否已经过去了 南华早报中国股市正在显示出复苏的迹象 多年的悲观情绪后 情绪指标开始出现转折点 外国投资者在2月份投资了84亿美元的在岸上市股票 结束了6个月的资金外流 一按中国对中基金和长期投资者带头 策略是预测中国股市最近的反弹指示的开始 MSE爱中国指数从今年最低点上涨了多达14.5% 成为该时期表现最佳的主要世界指数 在短期内 决策者必须解决世界的不平等问题 南华早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纳 格奥尔基耶娃最近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发表了一场演讲 演讲受到了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0年的一篇论文的启发 格奥尔基耶娃强调了在面对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挑战局需要乐观和合作的精神 他指出过去的成就是建立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的 并呼吁更好的领导者推动未来的进步 格奥尔基耶娃概述了下个世纪可能出现的两种情景 其中包括一个高雄新情景 全球GDP可能增长13倍 生活水平提高9倍 谢谢您的收看 试炼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融事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4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